这是导弹发射车 它所装备的就是当今世界各国暗防部队最精锐的武器 暗队舰导弹 暗队舰导弹即暗防导弹 是从海岸上发射攻击水面舰艇的导弹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暗舰导弹 被称为海防利舰 四号我是动摇 第二队出发 我们自治部队最大的特点就是机动性好 快速反应的力强 可以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快速机动至沿海各个区域 哪里需要我们的导弹就架到哪里 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那么我们目前部队这个运输的最大的距离是多少 目前最远的机动行军3000公里横跨八省一市 暗导团是车轮上的部队 跨去机动才能有效威慑管控海域 当战争打响时 这支部队充当的就是首波攻击的重任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在实战当中的一个火力单元 在这个火力单元当中呢 除了有我们看到的这个导弹发射车之外 还要配备这样一个指挥控制车 它通过细细的光栏与各个导弹车来相连 而这个指挥控制车就像是这些导弹的瞄准器一样 我们的号手就是在这里来扣动扳机 就可以克敌与几百公里外的海面之上 上级通报打击目标六中四节 使用导弹八枚 在驻战中我们岸岛部队在陆地上 然后打击的目标呢 在几百公里外的海面上 在这么远的距离上 如何来实现精确打击呢 雷达预警机 他们就是我们的眼睛 他们将探测到的海面目标信息呢 发生在我们指挥控制车上 指挥控制车 根据目标的信息特点和打击的需要 设定出导弹飞行的路线和有关的参数 并让这些参数专利在导弹上 实现精确打击 五四三两一 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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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岛部队的每一次训练 都在无限接近实战 训练用的把船移动得越来越快 把心越来越小 2011年在一次试验任务中 导弹打穿了把船外的外附网网孔 而没有毁坏把船 实现了钻控当指哪打哪的目标 这种精确度令科研单位也连连撑起 这种精确度令科研单位也连撑起